大脚心讯息 并花些时间欣赏你们世界的美 我们也注意到 对你们人类同胞的持续善意和支持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人类集体意识的绽放 我们非常高兴地说 你们正在采取那些必要的步骤 来实现你们的转变 来促使你们进入那个作为更高自我的意识水平 我们也注意到 有多少人把外界发生一些重大事件 以拯救人类 或将每个人推向第五维多的想法放在一边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认识到你们在地球上是为了体验转变 这是一件好事 但你们也想感觉到自己是自愿的 有意识的参与其中 因此 每一天的每一刻都是一个机会 可以转向更高水平的意识 更高的振动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视角 生活将继续给你们提供这些机会 因为这正是你们爱界的一切都应该做的 如果你们想了解自己的生活 只要看看自身之外 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你们也可以内省 体会一下自己在身体方面 情感方面和能量方面的感受 当你们更加关注自己的想法时 你们会对自己的振动更有觉知 你们将会看到 你们在自身之内所做的小小改变 开始越来越快地出现在你们的与世界 与生活相关的经历中 你们已经玩了这么长时间的等待游戏 这已经让许多人忘记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他们所投入的能量 将会在他们周围以某种形式被创造出来 一切正在变化 因为能量运动得更快 他们的频率更高 因此所有的东西都更快地回到你们身边 向你们展示你们一直发出什么样的振动 你们中那些留心的人知道这是真的 你们中那些在同步性事件中看到起意义的人 知道这一直在发生 你们一整天都从你们的指导灵和宇宙那里得到信号 更多的关注会带来回报 因为当你们知道这个或那个 在你们的经历中的意义时 你们就知道该做什么 或者你们就知道需要在自身之内改变什么 经验是你们生命中很棒的老师 记住 无论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经历 都有那么多东西为了你们而被编织在其中 如果你们观察 如果你们留意 你们就会发现 在那个经历中有什么东西是为你们服务的 它会把你们带到意识的更高一级水平 使你们的进化更上一层楼 当你们持续这样做时 你们会感到自己正在提升到越来越高的水平 你们认识到自己处于上升的楼旋中 你们放下一切不为自己服务的东西 放下较低频率的东西 放下把你们束缚在一种第三维度的实相体验中的东西 你们是创造这种意识转变的经历的人 当你们决定更有意识的这样做时 你们就会更快乐的体验它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今天这个 workers都被困扑 killing它 这是中国工作的市场 就 scrih我的沙反 什么事情